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我们今天拿到的两款 腾讯黑鲨游戏手机 利益相关 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好好来吹一吹这两款手机 首先今天发布了两款 其中一款是腾讯黑鲨手机3 另外一款是腾讯黑鲨手机3 Pro 双手开两箱 首先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两只鲨鱼 有一点点给上海大鲨鱼队开箱的感觉 上面写着因为游戏 你不再陌生 因为热爱 我们共同奋斗 不惧一切挑战 创造不止游戏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盒子里 机器已经摆在前边了 首先这两款手机都是工程样机 所以说不知道里边贴纸 没想到 它这里边送了一个手机壳 然后也有那些贴纸 这个手机壳 这个手机壳 这个手机壳好像一个眼镜 都写了 后面有一张贴纸 写了这款手机的主要卖点 比如说 左边这款腾讯黑沙游戏手机3 上面写着首先是新一代旗舰芯片 高通骁龙865 然后这款是6.67寸的AMOLED屏 就是赫兹刷新率 这款是7.1寸2K加的AMOLED屏 然后90赫兹刷新率 这款支持压杆 这款除了支持压杆 还支持AI升降式的游戏按键 这款有一个4720毫安时的电池 这款是一个5000毫安时的电池 然后两款都支持65瓦的急速快充 其实是跟小米10 Pro那个相同的插头 但是上面写了黑沙的标志 这里有一根普普通通的数据线 这次我看资料说黑沙是支持磁吸式充电的 但是我没有拿到磁吸式充电的插头 首先我们来看这款腾讯黑沙游戏手机3 这个名是不是有点长 然后这是一个幻影黑的版本 大家看这一次除了有黑沙logo之外 下方还有一个Tencent Game 就是腾讯游戏属于联合出品 这有一个5G logo 这个位置就应该是磁吸式充电的接口 环保式丝膜 这个是一个铠甲银的版本 然后注意这里有一个小贴膜 也给它撕掉 好 大家看 这款手机我刚拿到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 它的开机键会格外的向上 大家注意到了吗 在这个位置 故意设置这么靠上的开机键 应该是防止误触 就是防止你不小心把这个屏幕锁平 这两款手机的厚度和重量 和现在很多手机追求轻薄的设计思路 还是不同的 主打的是一个更大的空间 拥有更好的散热 因为这两款手机上下都配备了 很大尺寸的传感器 因此 这两款手机的上下底边框 也不算是那种非常非常窄的底边框 我们今天的视频主要以Pro为主 也就是腾讯 黑鲨 游戏手机3上有的功能 Pro上都有 我们看到这次这两款手机 它的设计风格 依然是一个混搭的设计风格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将玻璃和金属的元素 融汇在了一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这个腾讯黑鲨游戏手机3 这款手机中间是黑色的光面的玻璃 然后这一侧 大家看我一开始以为是玻璃 但实际仔细观察了一下 它其实是和中框一体合成的一个金属材质 盔甲银的部分 这个中间的玻璃 它不完全是光面 就是如果你上手摸的话 它是会有一道道细腻的小纹理的 这两个颜色的设计 大家觉得哪个更好看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款可能凸显不出质感 这一款配合这个蓝色边框 我觉得可能更亮眼一些 更像一款游戏手机 它的定位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这款手机在硬件方面一些特别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手机的屏幕设置 屏幕设置这次它区分了多个不同的设置选项 比如说在分分率上 我们可以选择是超高的2K 还是高1080P 超高2K就是那个3120x1440 应该算是目前营销学生 OPPO营销学生说3K屏幕 其实我觉得3K屏幕是正确的 对吧 毕竟它就达到了 它是3120x1440 那跟2K就没有关系 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一个我们之前认定的2K级别的屏幕 但是它确实不是2K 因为黑沙手机 它之前一直有一个惯例 就是顶部和底部都有一个很大面积的 按压3D touch这样一个功能 屏幕压杆就是 你可以通过屏幕压杆 在这个屏幕上快速的实现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在正常的长按 是打开这些应用 比如说我们在这重按向上滑 这就进入了一个后台 比如说我重按向下滑 那就自动回到了桌面 通过这种方式 应该是可以更好的进行单手操作 就是你单手的时候 不需要去够 不需要去滑 只需要重按 然后快速的就可以完成各种操操作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可以利用更多手指纹的吃鸡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两个按键 我退出 大家看到了吗 再来一次 就这两个按键 应该是在2018年 那个特别流行的弹出式模块 时代之后 又一次弹出式模块出现了 当年是前置镜头 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实体按键 大家来听一听 这个按键在按压的时候 是一种怎样的质感 完全是一个实体按键 就完全是一个机械按键 有一点点像任天堂 Switch的那个上面的两枚侧边按键 这一次黑沙腾讯联手之后 增加了三种 在日常我们操作之外的模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进入游戏之后 我们可以从左上角或右上角下滑 大家看到了吗 这里你可以直接比如说进入微信 比如进入QQ 在这里有一个操控中心 这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就是这款手机最核心的 对于游戏的优化 第一个就是升降按键 左边这面按键是A 右边这面按键是B 然后我将这个键可以自由的拖动 我放到这个开枪上 这个放到这个瞄准上 让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向前走 这时候按这个瞄准键B 大家看到了吗 按这个A 大家看到了吗 通过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以一个真正的机械按键回馈 来去直接按压 这个机械按键 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 会非常大的程度减少机身的振动 从而保证你瞄准的时候一个稳定性 右上角去瞄准 左上角去开枪 没打着 这个当然还跟个人技术是有关的 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就是大家熟悉的压杆 也是在这 比如说跨入操控中心 屏幕压杆 大家看蓝色区域就是左侧屏幕的压杆 黄色区域就是右面屏幕的压杆 就只要这两个区域 你挨压哪个位置都可以 然后L 这个蓝色的按钮 就是左侧区域所对应的键 比如说我现在换到自动的换夹 换那夹 右侧区域换成匍匐前进 往前走 突然开着枪开着枪 没有子弹了 换子弹怎么换 按压左屏幕 看到了吗 换完了 这时候突然遇到敌人了 找个小丛不倒 就是这种方式 就是你不需要再一个一个这么点按 有时候还容易按错 你只需要这样直接 然后换子弹 扑斧 然后开枪 然后换子弹 然后扑斧 站起来 什么一个操作 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对于这款手机的优化 就是这次它支持了一个语音操控 什么意思 在这 大家看 123分别对应着 123三个数字 你可以进行拖动 我现在因为包里没有带手雷 但是我有一个打药 比如说我现在走 这时候我直接用语音跟手机对话 打药打药 大家看 开始自己给自己打药了 这里你可以自定为手雷手雷 你可以自定为打药打药 你也可以自定为标记标记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标记可以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比如说改成背包 好不好 然后我把这个三挪动到这个背包这个位置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走着走着走着 突然想看一下背包 那怎么说 背包背包 背包背包 打药打药 你开始打药了 很猛 这样的操作 而且最核心的就是这样的操作 并不会被识别成是外接的控制器 或者外接的手柄 就是从物理层面上让你能更强的有更高的概率吃鸡 这次黑鲨给腾讯黑鲨游戏手机3和3pro也增加了相当多的配件 我接下来一个一个给大家展示 第一个就是硬质的手机壳 这个手机壳感觉质感上没有随机附赠的高 我首先给大家佩戴上大家看一看观感 依然是上下两个三角区域镂空 会不会有一点点像外太空制服 第二个配件就是之前我们在小米10pro那期视频上给大家展示过的 这样一个类似于用半导体材质做的风冷降温器 因为本身是弹簧卡扣的 所以说不管有多大都可以正常的来进行卡制 它类似于一个空调冰箱这样一个制冷的设备 它这个小东西会是一个很冰凉的一个结构 让整个机身的温度迅速下降 这个小玩意我自己之前使用了一次 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像售价是100多块钱吧 第三个小配件就是之前大家已经熟悉的 黑沙历来的惯例一个游戏外接手柄 我们现在拿到的其实是单侧的一个手柄 我给它拉近一点 首先它上方有一个摇杆 然后这里有四个按键 然后上边有两个键分别是LB和LT 然后如果你要玩游戏的时候 它应该外边还有一个手机的保护壳 那种专用的保护壳 然后你将这个手柄卡在这里 就可以进行游戏了 基本上这个就是腾讯黑沙手机Pro 对于目前吃鸡一个最强的优化 我真的觉得这是目前我用过的 对于吃鸡最强最强的优化了 如果你用这个手机还打不赢对方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 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款游戏了 我觉得这几个按键除了射击类的游戏 可以开枪 很多类的游戏 比如现在任天堂索尼 支持手柄上面两个按键的那些游戏的操作模式 都可以借鉴到手游中 当手机具有更多操作性可能的时候 一个游戏也就可能变得更复杂 变得更有趣 变得更多的操作感 对不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于这两款手机更多 更详细的报道 大家可以关注腾讯数码后续的新闻 我是周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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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